大家好,我是靈心者積層 好高興見到大家,試一下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 Frank來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由我帶大家去回顧過去一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置物之先 先在這裡感謝兩位網友Guru和王嘉能 因為他們無償地向我分享了 他們親身參加Touch Taiwan 2023的照片和影片 以及尋盡我在影片當中使用 十分感謝他們 好,事不宜遲,去片 第一則是E-Ink新聞 先介紹一下這一家來自瑞典的公司Exager 它擁有一種獨特的PowerFoil 太陽能電池技術 可以將所有形式的光線 包括自然的室外光和環境的室內光 轉換為電能 而這個PowerFoil 可以無縫集成到任何的電子設備當中 而Exager正是和E-Ink合作開發一個 自充電E-Paper設備 以擴展電子物質產品的電池壽命 他們首度合作的圓形機 是一部具書寫功能的E-NOX 裝置上有一個很鮮薄內用的蓋 具有無縫集成的PowerFoil 太陽能電池 當裝置布露響不論是室內或室外的光之下 就可以顯著延長E-NOX的電池壽命 為擁護帶來最大的便利 Exager的太陽能電池PowerFoil 是由環保物料製成 透過它們自家的獨特印刷技術 它可以製成幾乎任何形狀或形式 PowerFoil亦都可以製造不同的圖案和文理 可以讓品牌融入這個技術的同時 保留產品設計的DNA 這兩家公司在剛過去的Touch Taiwan 2023當中 展示了這個產品的原型機裝置 機體是透過Pogo Pin和保護套連接 保護套的外側有太陽能板 板上有塗層,根據公佈的資料顯示 在室內照射1000流明的光24小時的話 可以增加使用時間24小時 如果在室內照射700流明的光24小時 就會增加使用時間16小時 如果在室內能夠照射陽光24小時 就可以現場8天 當然,估計這個是實驗室的數據 現實是不會有連續24小時的陽光的 Exager和E-Ink合創開發的這一款原型機 機裝置只是第一步 來量產和推出市場還有一段距離 但若果真的在數年之後研發成功 成本又可控的話 不用充電的電子閱讀器 甚至是手機 或者真的可以能夠成為 人們未來的生活日常 拭目以待 第二則是E-Ink身份的介紹 B&N Note即將推出一款電池更加大的E-Reader 在美國的FCC認證文件當中 出現了一個未公布的Note Digital LLC的E-Reader 型號是BNRV1300A 雖然FCC的文件沒有提供到屏幕的大小 顯示技術、處理器、存儲或價格等等的訊息 但透露了以下的訊息 這部新的E-Reader將會支援Bluetooth 5和Wi-Fi 4 並且會配有一個2500毫安的電池 相較於上一代的Note Grove 9 4和4E的電池容量 在1500毫安新型號的電池續航時間 可能會有大幅的提升 根據Good E-Reader的報道 B&N是在2022年的尾聲設計了新品的原型 並且進行了內部測試 然後提交了一個FCC的申請 以在美國那裡銷售產品 這個申請已經獲批准 預計公司將會開始進行量產 很有機會是在晚春或者初夏上市 B&N Note是美國Balm & Noble 圖書連鎖店的子公司 成立在2009年 是一家數位圖書出版商和設備製造商 提供線上銷售和租任電子書 同時亦都生產B&N Note系列的電子閱讀器 第三則繼續是E-Eng新聞的介紹 台灣Pubu在4月18日 在他們的念書專頁當中 發佈了一份問卷調查 引起了台灣閱讀器愛好者的討論 宣布了他們即將推出的第二部電子閱讀器 Pubu Book Pro Pubu Book Pro是一款採用10.3英寸 彩色E-Engleado 3面板的閱讀器 提供黑白有300ppi 彩色150ppi的解像度 能夠呈現4096種顏色 它配備了聯發科百核心處理器 但沒有公佈型號 例如8GB RAM 128GB ROM 標榜是台灣第一台10.3吋最高規格彩色電子紙平板電腦閱讀器 呼… 此外 Pubu Book Pro還整合了Wacom的手寫技術 用戶可以在閱讀器上隨意書寫著記 這款閱讀器採用開放式系統 運行Android 12版本 在流暢度和安全性方面有所保障 基本上是不需要擔心支援第三方APP的問題 除了硬件上的優勢之外 Pubu Book Pro的另一賣點是整合了Chat GPT AI 在裝置中提供最智能的即時服務 提供翻譯和詢問功能 選取任何文字段落 就可以進行到達提問或者翻譯成指定的語言 Pubu也照顧到用戶在閱讀上的需求 隨機會附贈飽覽電子書Lifetime VIP會籍 可以永久越南超過400種當期的雜誌 和過萬本的有聲書和電子書 還有各種經典的影音課程 還會附贈2000台幣的贈書例券 Pubu在文卷中表示 Pubu Book Pro會以優惠價19,900台幣推出 包含全彩閱讀器一台 專屬的觸控筆 專屬的磁吸式皮套 飽讀電子書Lifetime VIP會籍 和2000台幣的購書禮券 期待Pubu會在稍後時間 公佈Pubu Pro正式發售的日子 和有關的詳情 同樣值得期待 第四則是Yet Inc的新聞 本來應該是屬於新聞介紹的 不過由於真的只是第一步 實話都未有一撇 所以暫時當是新聞 今年的Touch Taiwan智慧顯示展覽 實在是為Yet Inc的愛好者帶來很多的驚喜 在這個Touch Taiwan 2023展覽會當中 Yet Inc原體科技和Ridmore讀物宣布了一個新計劃 是使用Yet Inc Gallery 3的彩色面板 開發全球第一款8吋摺疊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原體科技也在這個展覽當中 展示了這一款8吋摺疊面板的圓形 Yet Inc Gallery 3是基於Yet Inc ACEP技術 開發的全彩電子紙顯示技術 使用青色、陽紅、黃色、白色 四種電子墨水混合 展現一個飽和鮮豔的全彩成像 Ridmore讀物電子書執行長龐文珍表示 讀者的期待一直是激勵團隊向前的動力 團隊現在正與Yet Inc合作 持續開發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他們希望透過這個8吋摺疊式的設計 來兼顧隨身攜帶和尺寸的需求 並且提供更多元的閱讀體驗 而原體科技董事長李正浩也指出 Ridmore採用這個軟性的Yet Inc Gallery 3技術 所製造的可摺疊電子書閱讀器 是讓它感到非常高興 因為這一種閱讀器不僅具有更鮮明飽和的傳彩表現 而換頁的速度亦大幅提升 此外摺疊式的設計亦更便於攜帶 讓大眾能夠感受到這個全新的數位閱讀體驗 進管讀物這一款的新型號 目前是尚未有具體的量產時間 但相信看到這一則報道的觀眾 都會感到興奮 期待讀物和Yet Inc未來能夠帶來更多的好消息 好,今集E Inc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讚好我這段影片 給一個like 才能夠讓到有更多人能夠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 Inc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 Inc的新聞相對沒有這麼講究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 有空可以補看 若果你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內容 不妨分享給你的朋友去知道 正所謂獨落不如中落 若果你想參加我的歐啟眼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的話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看權限 如果你想了解最專業的電子閱讀器新聞和資料 或是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如果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不妨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 去逛一逛,或者會有驚喜 所有有關的資訊我都會在Description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這裏了 下期E-Ink Weekly再見,拜拜